大家好 我是来普主持 律师创意义当孙辛苦立委 最快乐的就是创妈妈 他跟孝孙母安这样说 明年最重要的就是要冠军结婚啦 创意义真不好意思的说 那这样我先要减肥喔 今年要先拼国会 辛苦立委创意义 要点水滴五票当孙的起婚 跟祖孙的团队也不停拿下票 其中最快乐的就是创妈妈 没到孝孙今今最大的愿望就是美妮 可以有一个好媳妇 妈妈唱到学习外 就连旁边的总監事 都这件要帮创意义介绍好对象 但是创意义创得很厉害 就说自己的体育实在太会有犯状了 创母这件事 想是很简单 要做也是有难度 因为我现在是从零开始 这样可能要创一个劲度 你竟然有两个没有 蛤?竟然有两个没有 竟然没有 竟然没有 单身 对象的条件有什么 条件啊? 没有啊,没有条件啊 要可以适应 像我这种从政的人 基本上我都是 依这个公共事务 所以基本上 爱可以习惯我这种 没有以家庭 比较为重的生活习惯 这种女性可能较少 我也是这样想的 好不容易 在国会占有11天 创意义对自己的要求 非常严格 一切为年开始 要努力好好打招 对未来太太 只有一个要求 三十五个会 创意义 目前也是王金丹兴涵 这次选计结果 开出紅盘 在爱情 也希望能开开结果 声音宣布文 重来信 破主期 彩虹波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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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